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歐里嘅歐里嘅 你是韭菜嗎?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在收割韭菜啊?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投資分享報導的頻道 是一個教你如何賠錢的頻道 不招收會員,不收費 只想分享經驗跟取暖 沒有錯,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來賺流量 只需要,只需要,只需要你的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呢,是一個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可以跟你保證完全是看圖說故事 你沒有聽錯,就是看圖說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呢,都採直播的方式去錄製,比較沒有後製 字幕是用手機軟體去排版的 所以有錯別字的部分,請多多見諒 那接下來呢,我會用最實際的數值 以及直白的語言 跟你分享這個標的物,這個市場 你看不懂的,右上角有齒輪可以點選回放 看個100次,看個1000次 看到你懂為止 那影片的過程當中,會有示意圖 你再用示意圖去對照你的標的物 看有無相同走法 你就會知道你現在持有跟你現在買的價格 是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還是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 標的物格局分享的環節 那麼首先吼,我們進入台值競選吼,去看今天的交易格局的變化 一樣吼,我們先進入60分K吼,去看他的高低點是多少 哇,低點來到990吼 高點來到了130 大概這樣抓吼 這邊寫990,這邊寫130吼 得到了橫盤波幅,大概140點吼 主力吃,主力吃給我們看吼 主力賣吼,還沒到吼 不知道會不會到,不知道 啊有可能不排除,就走140點的橫盤的波幅 那麼夜盤吼,130有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吼 我們可能要觀察哪裡 沒有錯,就大概是270左右的價格吼 那麼萬一990吼,夜盤在失守吼 沒有錯,就大概去哪裡等他 大概850吼 啊一樣吼,不要急著吃吼,有主力吃給我們看吼 有走橫盤,我們再跟著建倉吃看看吼 那這裡奧利給我看到一個破底翻的業務行為吼 按慣例的破底翻是應該要穿頭啦 不知道是穿這邊的頭,還是130這個頭,我們再觀察看看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台積電吼 大跌以後沒有高,只有低吼,但是在低檔走橫盤,走了大概兩天的橫盤格局 那這個我們認證抓,只能抓大格局來看吼 高點抓515吼,低點抓503 我去做他格局的分析 這邊寫515吼 這個寫503 噴出上去以下 503 515吼 那我們得到大概12塊吼,橫盤的整理格局吼,已經開始橫了 那還沒有上吼 那應該 這邊如果防守成功的話,有可能不排除,我下一次要調節位置觀察這個價格吼 那個515上去吼,如果沒有再收回來,我們就打回527 滿足區就 觀察527 那麼503萬一再失守的話,沒有錯,下一關就大概491 對啊 明後天很關鍵吼,看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指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連發客吼,連發客一樣比較大格局,大概在這裡,有高有低有橫盤的吼 那我們來做這個高低橫盤格局的 分析吼 一樣吼,低點觀察 665 高點觀察683 主力賣給我們看的價格吼,去做 明後天吼 我們應該做的業務行為 那683-665 83-65得到18塊 18塊 橫盤格局的業務行為 明後天吼,683有上去不再收盤,下一關就多少 應該可以 觀察683-669,大概701啦 阿如果說683有上去沒再收回來的話 那明天吼,萬一665這一波再失守吼,他往下等補車去吼 可能會要觀察哪裡呢,大概是 647吼,647左右的價格吼 像這樣有高有低,有橫盤在佈局看看 你上面700多有出的吼,這邊都可以開始買回來 我要加減佈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龍吼,目前只有低還沒有高吼 所以只能抓舊的格局吼 去做他業務行為的分析吼 之前的錢高大概在這裡吼,96站上去不能收回來,收回來就容易打回起場點 我們抓的話就是目前吼,目前能看得到就是抓92跟96 看他這邊有沒有橫 有橫的話吼 我們再跟著吃看看吼 92 96吼 上去 下來 我又回到了92、96的格局 波幅大概4塊錢吼 目前只有低還沒有高吼 今天像這樣橫一下吼,我們再跟布局看看 那92有拆底的吼,96記得調節 那96萬一有上去吼,沒錯就觀察100 明天92如果再失守的話吼 觀察88 有沒有像這樣,有高有低走橫盤 有高有低走橫盤 這個 會比較值得參考 目前看來吼,是只有低還沒有高吼 也還沒有橫,建議多觀察,不要急著吃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紅海吼 紅海目前格局開始向下沉淪 3塊3塊向下沉淪 理論上吼,這邊應該是要有手啦 結果沒有手,要往下 波幅格局開始慢慢變大 這檔我們認真要抓的話,可能要抓這樣 但是109下去也沒有到106 走了大概3個小時的橫盤 那我們抓的話 格局開始有點慢慢放大吼 第一點觀察109,高點觀察113 得到大概4塊橫盤格局的波幅 109有手的話 明天113吼,明後天有看到113,記得調節看看 那113站上去沒有再跌回來吼,下一關就117 109萬一氣手的話,就觀察105 105 105跟106左右的價格吼 那個是上次的那個 相對的那個起漲,起漲點的那個 位置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遠大高股息吼,目前一樣吼 這邊吼 上去都不能跌回來,跌回來就容易撤起漲點 他不只撤起漲點,還做了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那這一檔我們抓的話,抓28.76跟29.45 去做他格局的規劃 上面剪下面大概是0.7角 0.7角的橫盤的格局 目前還沒有橫吼 那有橫就跟著再吃看看 明後天吼,如果29.45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吼,那下一關可能就30.1 噴出的話 那這個2.87吼,明天如果再失手,下一關就是多少 沒錯,大概28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元大0050吼 這一檔可能要抓這裡看吼 這邊站上去都不能跌回來,跌回來就容易撤起漲點 現在再測吼 目前看來是有低有高吼 有低還沒有什麼高啦 啊抓的話也是抓117跟122左右的價格 去做他格局的分析 一樣吼 低點觀察117,高點觀察122 得到了波幅大概是5塊錢,格局可能會開始放大吼 那個122有上去吼,沒有再收回來,下一關觀察127 117萬一失手吼,沒錯就去112等他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HTC吼,60失手吼,本來是60跟66的格局 打回7張點,大概這裡 波幅也開始變大了吼,認真要抓的話,可能要這樣抓 低點抓59好了,高點抓65 59 65 上去一下 59 得到大概6塊 6塊 橫盤波幅的格局 哇 有機會再站回65吼,記得調節看看 那65有站上去沒有在收回來,下一關可能觀察71塊 那59萬一失手吼,沒錯就去53塊等他 像類似這樣有走橫盤,我們再跟著買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連電 連電吼 一樣吼,被打回 他如果是打回,應該在這裡吼,左肩看起來是在這邊吼 42.25上去不能收回來,收回來就能測什麼,測到起場點吼 觀察441,這邊價格應該會有手 那也在這邊走橫盤 那我們就抓這邊吼,去做他業務行為的規劃 這裡 這裡 這波幅也開始變大了吼 這邊寫 假設寫 41好了吼 這邊寫43吼 大概是2塊 2點多塊的橫盤的波幅吼 那明後天43有上去沒有再收回來吼,下一關觀察45 那個40這一關如果再失手的話,下一關可能要觀察39左右的價格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陽明吼,還是只有D沒有剛吼,只能拉大格局,來看他之前的支撐大概是在哪裡吼 應該是在這裡吼 只能在這裡 8182吼 828,828-88 第兩寫82,第兩寫88吼 這樣大家在看吼,會比較懂得 奧義給在說什麼 怎麼寫82,怎麼寫88吼 創新高,創新高 都不能再跌回來 跌回來 形成一個類似凸在上面吼 尖尖的 就會造成什麼業務形 就變成假突破吼 那假突破吼,都會回撤七張點 回撤七張點 現在到了 上次主力吃個,我們看現在到了吼 要不要吃就隨便你 我們看到他波幅的格局,大概是6塊錢吼 6塊錢吼 一樣吼 他打回到那個88跟82的價格 這個之前奧利給也有分析過吼 82如果棄手的話,下一關可能觀察76吼 那個88如果站上去,下一關可能要觀察大概94 應該會在這裡走整一波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華邦店新高以後呢,有個新高低格局 我先看一下 應該在這裡 所以打回七張點 好,這檔可能要這樣看 第一點觀察21.1左右價格吼 高點觀察22.6左右價格吼 高點觀察22.6左右價格吼 這裡吼 好,上去下來吼 那第一點觀察21.1,高點觀察22.6 那個盤整波幅的話,大概是1.5塊吼 有可能不排除走,在這裡走比較大的橫盤的格局 那麼有一天22.6站上去沒有收回啦,下一關就多少 大概24.1 那萬一有一天22.1失守的話,我們可能要去哪裡等他 就大概19.5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長城吼 創新高有沒有說,沒有吼 明後天吼 高點指日可待 要觀察就觀察85,85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可以戳 不可以收在85之下 目前收在85之上,明後天的高點 有利可圖 那一樣吼,我們就抓那個他的格局去分析 85 77 上去下來吼 85 77 這個上去不能收回來,收回來會很快喔 再提醒一下 得到他大概8塊的波幅 明後天有可能不排除,再走8塊的等幅測距 去撞多少,大概93 那個 萬一那個85站上去疊回來失守的話 我們不要急著吃單,建議去等 等這大概80到77左右這邊的價格 那77萬一失守的話,下一關可能要觀察69 目前看到格局大概這樣,那我們就來看下一檔 台牌一樣吼,創新高新低以後要有個橫盤的格局,我們來做他的交易規劃,現在有高有低了,好 那我們大概就抓41.9 看一下吼 有可能會走比較大的格局 那萬一有一天吼,42.3有碰上去,下一關就觀察多少,觀察45 39萬一失守,就觀察36,小數點你們在自己抓 價格大概是這樣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台聖科吼 台聖科 創新高以後,走了一個新函盤格局 認真看的話是在這裡 這裡做業務行為規劃,好大概這樣抓 第一點大約觀察175啦,這174,175有主力吃給我們看的 高點觀察188,有主力賣給我們看的吼 那個 188-175的話得到大概是13塊 13塊橫盤的波幅,有可能不敗出 未來幾天就在這邊走橫盤 那麼有一天吼,188上去沒有在收回來,下一關觀察多少,201 那174萬一失守,沒錯,就去161等他 該做停存還是記得停存,波幅大概13塊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光耀 一樣,HIFOX在大格局2425,有高有低 這邊都可以佈局看看,大概是這個價格,24塊 高點抓27 他走比較大的橫盤格局了 還有沒有,奧力給常說吼,噴出都不要追,不要追啊 那這邊都是值得參考的價格 那一樣喔,低點我們抓24,高點抓27,得到3塊 橫盤的波幅,有可能不敗出,繼續在這邊橫 已經橫了好像快兩個月了吧 你如果說有聽奧力給建議,這3塊的那波,或當充格式充的波幅,應該都賺得到 可能從25到28,還有22到27 22到25左右 還有 然後 又站回25到 現在24到27的價格,應該都有2塊3塊的 的單子可以讓你去調整 那有噴出的話,下一關可能就30啦,萬一23再失手,沒錯就20等他 但是應該會在這個大格局裡面多盤個幾天 畢竟高低出來了 還也 看似打勾了,都可以試著佈局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先勝利喔,創新高以後,不要急著追 讓他有高有低,我們才可以做他交易格局的規劃 那目前這一檔,我們看到就是 一點觀察37,37左右價格,高點觀察40 他的波幅,來了一個新的格局的變化 那個日內波的那個正幅的話,大概3.5塊 有可能不排除,繼續走3.5塊的那個盤整幅度 這邊主力有賣了,主力到了有賣了,我們都加減調節看看 留一張單子呢,做調整的來回單去 建長在大概37左右的價格 那麼明後天40噴出沒有再收回來 有可能不排除去供多少,沒錯就大概是44左右的價格 那麼37.25這邊如果失手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又打為原點,目前看到的話 應該要觀察大概33 33.5左右的價格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雙紅喔,一樣喔 他現在走了一個新橫盤格局喔,大概這樣 這個作業都直接,數字也都寫好了 比較就不用再寫數字去提醒 一樣喔,我們就是抓 昨天跟前天的格局,去做明後天格局的交易規劃 那低點觀察153,154,高點觀察163 我們得到波幅大概是9塊錢 9.59 還有我們不排除在這邊繼續走橫盤 那麼有噴出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17 2 啊那個153萬一失手,去哪裡等他,沒有錯就大概去144 左右價格等看看,像這樣有橫盤都可以佈局看看 有上去有下來,下一次回來這邊價格 都可以試著吃看看 阿停損還是記得要守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延程喔,今天我創新高 標準 標準的什麼 左肩後上去不能收回來,16.1 阿這收回來有點可惜 但是他是踩著踩著這邊的高點在網上,還有15.6 那有收到15.6以上是還不錯 要抓的話,可能就抓 這樣去做他教育格局的分析 本來是14.6跟15.6的橫盤,上去呢,應該到多少 我低點觀察14.6,高點觀察 15.6 本來啦 這裡嘛 現在上去了噴出,噴出段要應該滿足,要16.6左右價格 也差不多 阿達陣以後我就回採 看這裡有沒有壓力變支撐,支撐變壓力的地方 讓他多橫個幾根,你再吃看看 阿如果沒單了,盡量還是等這個價格 波幅的格局大概一塊 一塊 阿如果說他走比較大的橫盤,可能會走這樣 大概兩塊的波幅 約略兩塊 那下一關有在上去,可能就要觀察17.6 阿那個14.6Y失守的話 可能要觀察13.6 我目前就大概看到這幾個價格 阿這些價格都是關鍵邊緣,都值得注意看看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唐雞一樣,新高以後有高有低,他目前是Focus在 17.1跟18.1價格的關鍵 目前在這邊不知道是做頭還是盤整 阿我們就觀察看看 你看喔 這裏174175 然後第1點是171 181 阿還是Focus在10塊的餘生裏面,只不過這10塊的橫盤格局 今天在今天用5塊在這邊橫 阿有可能下禮拜會走這5塊的整理,不過到185 阿我們如果說看比較大的格局的話 還是在181跟171這個橫盤區間 那181明後天上去沒有再收回來,下一關可能就觀察191 還是不變,跟昨天的格局一樣 那171萬一失守,沒錯就去161等他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育龍打勾了,開始有高有低了 育龍,我們第一點就觀察160 高點觀察167 得到了7塊的橫盤格局 阿 預估啦 阿那個 167有到 160有吃的,167記得調節看看 阿那個這一波,如果說他整個往上的話 下一關呢可能就有機會去站回174啦 做比較大的那個 盤整格局的規劃 然後波幅開始變大了 那麼160萬一失守,下一關有可能不排除,就153 這邊都是 格局開始變大了,本來那波大概3塊,現在拉到7塊 因為可能大跌,大漲大跌之前之後 他波幅都比較大 波幅大概有7塊,值得注意跟觀察看看 這也是當中比較喜歡的標的物 100多塊可以玩7塊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原態喔 原態喔有沒有 噴出後不要急著追喔,有高有低,我們在布局跟看觀察看看喔 那目前喔 目前大概只能這樣抓 你底單沒有的齁,阿真的要建倉的齁,盡量去等這個價格 跟等這個價格 不要不要急著 急著建倉 第一點就觀察236,高點觀察252,得到了大概 15塊 左右 16塊 16塊左右橫盤格局的波幅,理論上這裡應該要到上面去 阿沒有,阿有可能不排除會走這邊 現在這邊走10塊的整理波 走246跟236 這邊有吃到了,這邊 跟這邊都記得調節看看 阿那個 那個252萬一有天上去沒有在收,下一關要觀察多少 27268 268 阿那個236萬一棄手的話,下一關 就多少,沒錯還是220格局不變,跟昨天的格局差不多 阿如果今天的那個上的格局,只到246 阿這個就在這邊繼續走橫盤 應該會在這邊多做個10塊的整理波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阿 陽華噴出噴出,爬樓梯噴出 有沒有,這裡有標準按鈕,左肩上去不能收回來,收回來都容易撤起漲點 阿沒關係,他格局開始有變化,我們抓這兩個價格去做他 明後天,他應該怎麼走 第一點觀察29.5左右,高點觀察30 上去下來 第一點觀察 29.35 30.45 得到大概1.1塊,橫盤格局的波幅 目前是不太高,然後有低在這邊走橫 阿明顯是有在防守這個價格 阿那麼有一天,上去的話 這邊有建倉的話,吃2的 這邊記得-1看看 阿留一個底單,賭他到天花板 阿那30.4 上去如果沒有在收回來,下一關就觀察多少,大概31.5 阿29.35如果失守的話,要去哪裡等他 大概28.2 左右價格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自勤喔,恭喜自勤再度漲停 阿有聽奧利吉的影片,他如果說有做一個比較大格局的滿足區 也是在這邊,阿他因為目前只有漲停 阿 沒有辦法再噴上去,阿所以 沒有高低,比較沒有辦法去抓他格局的 交易的那個規劃 阿如果認真要抓的,這邊的抓1.2 阿這邊是抓1 1.2.3 看一下 這邊高點是多少 阿對 高點抓1.2.3,低點抓1.1.3 1.1.2 阿他的橫盤格局大概11塊 阿如果說要抓他整個等幅測距的滿足區,因為漲停沒辦法再漲了嘛 的話 應該 他抓到1.3.4 這另外一個破幅的滿足區 阿有沒有 你聽奧利吉的影片在說 你這邊你有看到這裡,有看到這裡 千萬不要在這邊買進 你看到他打到,也開始漲停 就大概113這個價格 哇這個奧利吉都 都昨天就有說 事前諸葛,不是事後諸葛 阿你看 我叫你們看格局就這樣 吃在下緣,吃在下緣噴 吃在下緣噴 吃在上緣殺 對啊 有沒有 阿所以 吃單的那個業務行為真的是至關重要 關係到 你順不順,還有你下一個計劃是怎樣 這個是 主力賣 主力買 阿你要做多的就跟著買 你要做空的 可能跟著空,失敗了沒關係 小小的 小小的防守 阿錯了就趕快砍單就好了 看防守個2塊3塊5塊都可以 阿就 先把破幅的餘生觀察出來 你就可以做 一個不錯的獲利的業務行為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榮一樣 這個 好 頂多觀察這個價格 低點觀察這個價格,高點觀察3 2.5,低點觀察31.25 那我們得到大概1點 我們說1.2塊,橫盤坡幅的格局 明後天32.5有上去,下一關就33.7 31.25萬一失什麼,沒錯就大概去30等他 這裡有高有低的 明天有打到這裡 就跟著吃看看,或是跟著掛看看 很容易一掛就直接噴到這邊 這邊都記得先調節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這檔 一樣喔,沒有低,只有高 沒有高啦,只有低啦 這檔要抓,只能抓這樣 應該齁 應該有可能不擺什麼,把這裡打破 然後再來一遍,然後格局有點大 主力買的 主力賣的 可能抓這兩個價格去做教育規劃會比較 好一點 那坡幅大概是2塊錢喔 這可能抓到那個 當日沖跟隔日沖的坡幅啦 那那個 低點觀察20.3 高點觀察22.3 坡幅大概2塊錢喔 手上沒單要建倉的齁 明天打到這裡走橫跟著吃看看 一樣記得停損 那個22.35有一天有供上去沒有在收回 下一關喔 就大概24.3 格局慢慢放大 那22.35的萬一是什麼 停損好了以後要去哪裡等他 大概18.3 這是奧利給目前看的格局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遠傳打工了齁 不錯齁 74 看起來是有在手74的那種感覺 之前的 之前這裡 這裡 7374 一樣 格局不變 我們抓的話大概抓這樣 我讓他看個價格我們比較好抓 低點觀察7374 高點觀察78 噴出 上去下來 魚身的話大概是在74左右 啊 魚頭的話大概78 我們得到大概5塊 4塊至5塊的橫盤的坡幅 啊那麼萬一喔這73失守下一關可能要去那等他大概 68 啊那個78站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現在等他83 比較大的機率應該會在這邊走個橫盤的格局走個一陣子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倫太新的創新高比較急著追 有個高有個低我們來吃看看 這一檔 這檔可能要抓到這裡 坡幅有種被壓縮的感覺啊 盡量建倉要建在61.7 這邊有的話加減調節看看 兩塊大概兩塊橫盤的格局 第一點觀察61.7都可以買看看 63.7都可以賣看看 兩塊的橫盤格局的話 明後天往上沒有再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65.7 61.7萬一失守的話 可能又要回去大概 大概59.7左右價格 去觀察看看 有沒有像這樣高低走橫盤 我們再跟著開始重新佈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統態 創新高以後 不是創新高啦 先抓到橫盤格局 做他交易新聞的規劃 這兩天的低點跟高點 就應該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清晰的格局 低點觀察10.65 高點觀察11.7 得到大概1.1塊橫盤格局的波幅 那麼11.7有攻上去 下一關觀察多少 12.8 那麼萬一 10.65再失守的話 下一關觀察9.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立即一樣 這兩天的高低格局 左邊先不看 我們先看那個他余生 余生大概就這樣了 低點觀察140 高點觀察151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140 139這個價格 高點觀察151 150 那我們得到大概10塊 10塊那個余生的盤整的格局 那這邊有主力刺客 我們看的話 隨便打下去又收上來 標準的那個破體翻的標準圖 但是破體翻他有另外一個 彈書就是 最好能趕快去打到這裡 那個威力才會大 目前是還沒到一半又開始走橫 有一點比較壓縮的感覺 那麼明後天 萬一有機會151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觀察161 139 139140這邊如果失守的話 不用急著建倉 就是去大概 1311130左右的價格去等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西法 高低有的高低 好大概大概這樣 已經走兩次兩天到三天左右橫盤 這檔要掛的話盡量掛43.2 跟41 提點觀察41 高低觀察43.2 得到大概2.2塊橫盤格局的波幅 這邊主力都有賣賣賣 賣 主力有買有買給我們看 買兩次賣三次 下一次有回來 空手沒單的話建倉盡量建在41 那個43有上去沒有再收 下一關可能觀察多少 就大概45.8 那麼萬一 411下次失守的話要去哪裡等他 大概37.8 好 日內波大概是2.2塊當中跟隔日充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創新稿 千萬別追 等他有個高有個低我們再來重新布局看看 主要是他的格局目前看來是放大 本來日內波大概是2塊 一個漲停以後 打回 打回那個 打回52.6這邊的價格 這邊確實也 壓力也有變支撐 那認真要抓的話我們可能要這樣抓 會比較好一點 那格局應該會 應該會放大 如果順的話 應該很容易 上去快下來也快 大概要這樣抓 低點觀察52.5 高點觀察60 最好他有個高下來我們再吃看看 目前橫盤 你這邊有出的這邊都可以開始重新佈局 如果沒有的話 建議再讓他多橫個幾下 那我們得到了余盛的POF大概7.5塊 有可能不排除格局會變大 POF也會變大 那萬一有一天 60塊供上去有沒有在收款 下一個滿足區就是67.5 如果52.5萬一失手 沒錯下一關就45 做更大的上下格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跟頂 看一下 新高新低台是FOX在大概 大概這兩個價格 大格局我們就 先不看我們只看他那個當沖跟隔日沖 關鍵邊緣的價格 低點觀察25.45 高點觀察26.8 那我們得到他的橫盤的POF大概是 1.3塊錢 1.3 有可能不排除我在這邊繼續走橫盤 那有一天26.8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觀察多少大概28.1 那麼25.45萬一明後天失手的話去哪裏等他 24.1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系統電 高低出來了 那要建倉的話只能 靜音一這樣抓 低點觀察40.2 主力吃給我們看了 41.6 主力也賣給我們看了 40.2 41.6 大概1.4塊 橫盤的格局 那41.6下一關有上去 沒錯就觀察43 40.2萬一失手的話 就去哪裏等他 大概38 38.8 38.8左右價格 還有可能會走上下比較大的格局跟波幅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高股型喔 大概這樣抓 波幅大概兩角 這邊走橫盤的都可以吃看看 這邊上也有橫盤都可以賣看看 但是波幅只有0.2角啊如果說這波幅小不要的話那就觀察他 旁邊看戲就好 啊那麼明後天喔萬一有機會再站回17點後下一關就是17.4 17如果萬一失手的話去哪裏等他 沒錯就16.8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富幅高股型喔目前只有低還沒有高 認真要抓的話就只能這樣抓 波幅大概0.2角 這邊也確實走橫喔 因為他走一角跌破的滿足區 低點觀察10.8高點觀察11.1 得到大概0.2角的橫盤的波幅有可能不排除 在這邊走橫 那有一天喔11.1上去就觀察11.3 10.8再失手的話就10.6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葡萄王喔 本來是138跟128的格局 目前在這邊走壓縮盤 那我們認真要觀察的話真的要在做的話就觀察135跟138 如果說手上沒單的話建議還是盡量等128 那格局還是不變喔 但是我們先跟他做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等幅測區的小小等幅測區的規劃 低點盡量等這個啦 高點138記得賣看看喔 目前在這裡走一個整理坡啦 那那個 這邊大概是135左右的價格啦 如果說這邊的坡幅是10塊喔 也有可能喔 他會走 135盤整格局然後再往上噴 加10塊 就到了大概145 145左右的那個價格 但是大的格局喔 就是看138跟127啊 138站上去沒有再跌回來喔 下一個整個等幅測區的滿足區也是大概在148 所以這幾個價格都值得注意跟觀察 這邊手下沒單沒有賺過錢這邊就建議不要玩 不要玩 去等這邊 可能是129到128 左右的價格 那就等我們看下一檔 有檔新高以後要有個新高低喔我們才比較好做他 格局的規劃 那低點觀察15.75 高點觀察17 17是大格局的壓力啦 所以容易有回檔是 是正常的喔 不用覺得意外 啊那個 高點觀察17.5 低點觀察15.7 這邊有走橫盤有打勾 下一次有拉回喔 你這邊有賣的 有賣的 有拉回你再試看看 啊沒有賣的齁就盡量再多觀察齁 建議 短線觀察就好 那高低我們得到大概1.4塊 1.4塊橫盤格局的波幅 有可能不會排除在這邊橫隔一段時間喔 再看他是要向上表態還是向下表態 那下次再表態喔 要觀察的觀察就是18.5 那萬一失守的話 沒錯就去哪裡等他 就去14 14.3 除了價格 會比較好一點 那接我們看下一檔 彩晶一樣噴出你看 不要急著追喔 像他有高有低 我們在做他格局的變化 目前看來是 11.25 應該是有守 也守了大概兩天 也開始又 又開始抬腳的那種感覺 這樣抬腳 下次有回來喔 再跟著布局看看 那高低我們得到大概是0.8 0.7 0.8 0.9 但是0.9塊的波幅的格局有可能不排除 這邊有吃兩張的這邊記得賣一張喔 留一張底單賭他到天花板 那萬一有一天喔 12站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要觀察多少 沒有錯就是13 萬一這個11.25失守的話 我們可能去哪裏等他會比較好 沒錯就是10點 10.3左右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細格喔 你看標準按鈕喔 噴出不要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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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收在 這個 左肩 左邊的價格左肩 收回來容易這樣打回去 上次在哪裏噴 還是這裏 打回來 好吧那我目前就抓這樣喔 他這邊有個高有個低喔 那我們就視為544目前是有效的支撐 50.4 我們都做到50.4去做交易格局的規劃 第1點觀察50.4高點觀察52得到大概1.6塊 橫盤格局的波幅 那52有賺上去沒有再回來 下一關就是觀察53 53.6 那50.4萬一失守也不用急著建倉跟加碼 要去哪裏等他大概48.448.8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來到美股 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早午盤的格局 剛好現在正在走 如果說要以早午盤去做U行為規劃 大概只能這樣看 低點觀察 820 830 高點觀察大概 090 大概這樣 跟昨天的格局差不多 目前是接近失控 但是還沒有失控的狀態 那 建倉的話 建議盡量等830 830 那那個 高檔 高檔盡量抓多少 950 這邊有個尖尖的收出去 形成一個假突破 容易就打回7張天 打回7張天 這美股很常做的事情 現在上去下來 在這邊 這邊確實有撐 可以視為短線 今天跟明天有效的支撐 那我們得到盤整波幅 大概是多少 950-830的話 大概是 120 120 120左右的橫盤的波幅 那麼夜盤 950有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可能去撞哪裡 沒有錯 就是130 70 130 70 那個830 萬一再失守 沒有再收回來的話 下一關可能去觀察多少 710 有可能 美股很腰很斜 有可能他 當天都會走 向下向上 一次滿足的 這個業務行為 手上沒單要建多單盡量觀察這裡 要建空單盡量觀察這裡 或是這裡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副圖喔 哇 我這個戲很大 事實滿足 直接又做一個 往下穿的下影線 看一下 他可以怎麼看 目前大概只能這樣看 反正就抓 他左高 金高 左高 左高跟前日高的那個高低 去做他的 橫盤的 規劃 因為 不管是怎樣 他已經 破底了嘛 破底就站回來 破底翻 破底翻 穿這裡 結果沒有知道這裡 所以我們高低格局 大概只能抓 抓大概這一根 39.76 高點抓39.7 第1點抓36.6 得到大概一塊 一塊美金橫盤的坡幅 更正 三塊 大概三塊 3.1塊美金的橫盤的坡幅 啊 那個39.7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多少 42 42.8 啊那麼萬一36.6失守的話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33.5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UV XY噴出了噴出了走一個新橫盤格局 大概就這樣抓 大格局 你們看舊的影片都有 我們是抓他噴出後的新格局 去做教育規劃的行為 我會比較 比較準確一點 低點觀察 9.77 高點觀察 10.36 那麼得到橫盤破負 大概是0.6塊美金 有可能不擺處 在在這裡走橫盤 那10.36有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多少 10.9 9.77萬一失守 就觀察9.1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C系列 大跌大漲之後 有個高有個低 大概只能這樣抓 高點出來 低點有出來 建倉 不要覺得說不可能 不可能就算了 真的是要耐心的去等 接近這個價格跟接近這個價格 去做 你的業務行為 那目前看到他 波幅大概壓縮到0.4塊美金左右的波幅 那9.7有上去沒有在收 月盤有可能不排除 去撞哪裡撞10.1 那9.35萬一失守 去那裏等他 大概8.9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SQQQ 創新高以後 新衡盤格局 壓縮到剩 大概1塊多 之前我記得他那波都是 2塊到3塊 啊你 底單有建的就爆看看 如果說手兩層在打加碼 在建倉的 我們得到大概是1.3塊 1.4塊左右 1.4美金左右橫盤的格局 那夜盤39.9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有可能不排除下一關就是大概41 41.3 比較大的我記得看到46 目前是那波看到就是下一關就是大概41.3 那個38.5萬一失守的話 就去 37.1 等看看 像這樣有高有低有橫盤才開始慢慢佈局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特斯拉 特斯拉要看這裡 這邊 左邊左邊上去都不能收回來收回來就容易這樣 打回去這樣 做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這檔要抓的話我們可能格局越抓越大 低一點的話 可能觀察大概860這邊的價格 高一點觀察940 60跟40 那如果940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我們下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我們要觀察多少 1020 格局越來越大 850 860這邊萬一失守的話下一關 我們可能要回到哪去等他 770左右價格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QQQ 創新高都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就容易怎樣回撤起漲點 然後現在打回來 那比較大格局看這樣 這可能要看到兩天到三天喔 因為格局美股格局開始放大 低點觀察313 高點觀察334 他當沖跟隔日沖的波幅 放大了來到了多少 沒有錯大概20塊 21塊左右的 橫盤的格局 大概三個交易日 這邊是大格局 值得觀察看看 下面有建倉的 以後到這邊記得調節看看 他那個 如果這一波有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有可能不排除觀察多少 365 313 萬一失守的話 也不要急著建倉 該停損停損好 下一關可能要去哪裡等他 大概是29 292 打回起漲點 292左右價格 走一個比較大的波幅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蘋果也是一樣喔 之前是3塊3塊的在上樓梯 現在是3塊3塊的在下樓梯 格局也開始變大 我們說 比較大的格局 我去做他 交易的格局的規劃 1點觀察167 高點觀察1716 噴出上去下來 得到大概10塊 橫盤格局的波幅 這大概都是2-3天的格局了 那以後 176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可能觀察多少 186 那麼這166 夜盤再失守 也不用急著建倉 可能去156等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Google一樣 格局都 開始越變越大 跟之前那波3塊5塊的 比較不一樣 那一樣喔 低點觀察113 高點觀察12 大概11塊橫盤格局的波幅 大概是未來3-5天 那個有噴上去的話 下一關就觀察133 那個113萬一是什麼不用急 就去102等看看 又打回起張點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我們來到海外期望 小麥喔 這符合阿里給講的 他就大概 25 75 再來 800 大概25-35的 那個樓梯 慢慢上去 目前看在那個樓梯還在上還沒下 但是也打到了之前的相對高點的壓力區 要形成一個蠻大格局的破底翻的業務行為 理論上這邊破底翻應該 820 820是值得關鍵注意的地方 既然格局都出來我們就做當衝跟格式衝應該 做的業務行為的規劃 日間破格局大概是20點 符合格局疫情 低點781 高點8 800 往上去下來 781這邊 大概20恆盤格局的波幅 那夜盤有上去 大壓力區來了 820 781萬夜盤失守 記得停損 去多少等到 760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親圓有腰啊 斜啊 創新高以後有個高有個低 目前高低看就這樣子 日內波這幾天拉到4塊5塊有點不太正常的感覺 因為他之前日內波大概都是2塊3塊 現在就可能走創新高會走另外的壓縮盤 低點觀察93.34 高點觀察94.53 得到1.2塊橫盤格局的波幅 那麼夜盤有噴出往上的話 下一關就是95.7 萬一93.34的話 去哪裏等他92.1 美股老化一句 容易走上下 一晚一天一次打正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高級同一樣喔 重新高以後 應該是focus在這個範圍 要鎖 鎖這裡會比較好 37300 高點觀察37300 第1點觀察36510 510700 大概800 這邊得到800點的盤整的格局的波幅 那個37300有上去就觀察多少 38100 那個36510萬一失守就去哪裏等他 不用急時建倉喔 去35 35700 老化一句 美股很容易 上下一次達正 這幾個關鍵價格都值得注意跟布局看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小SP 一樣 新高新低 我創了一個新低 走這樣 的波幅格局 好 這波大概是40點 因為目前正在回檔 波幅比較大 像這種 有大漲大跌的行情 是當中最喜歡的 為什麼喜歡 第一個他波幅夠 不管你要做多做工 扒了一邊 直接到底 那個 低點觀察4110 高點觀察4161 波幅大概50點 那4161有上去沒在收回來下一關就觀察多少 42 10 那個4110萬一在棄手的話下一關可能觀察多少 40 60 阿美股真的 提醒一次 不要 不要 不要覺得不可能 當天很容易一次來回達陣 對啊 上下息 建倉 建議 主力有賣 賣給我們看我們盡量建在他們的價格 旁邊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道琼一樣 雙新高新低以後 有個新高低的橫盤格局 大概這樣抓 目前是有橫 阿沒有高 高的話只能抓大約是128 那個低抓753 得到了大概 250 370 大概370點橫盤格局的波幅 那麼 夜盤128有上去沒在收回來下一關就觀察多少 大概是490 490 33490左右的價格 那個753萬一打底失敗 再做一個往下等幅撤軍有可能排除去哪裡等他 大概是 3 380左右 32 380 有可能不排除 第1點就觀察這個高點觀察128 第1點觀察753 噴出觀察490 跌破觀察380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為什麼笑 因為福阿里給說的 你看 大格局都看得到 這邊這邊這邊上去上去都不能收回來上去不能收 收回來容易測起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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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測到這裡 格局整個放大 對啊 那我們知道他起跌點跟他目前走橫盤的點喔 因為現在 還沒看到高低啦 只能目測的話 只能這樣去做 那波的格局的規劃 第1點觀察399 高點觀察664 664-399 大概是 270 約270點 柏幅 夜盤有可能不排除 在這邊走橫盤 阿那麼 這個399在失守 可能會再走一個 70點的股測區 就是走到那裡 走到大概 120 左右 120左右價格 13 阿那個 萬一 660站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個軋空波 有可能軋到大概 910 910左右價格 大概910 13 13910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小得子 有高沒有低 目前做這個 108破底辦的業務行為 好 地點大概這樣做 得子 低點觀察076 高點觀察多少 263 上去下來 低點觀察 076高點觀察263 那我們得到了 130 190 190 190的橫盤的波幅 之前印證內波大概100點 現在在大漲大跌 波幅可能會拉大到200點以上 如果說抓190 下去做盤整格局的規劃的話 噴出噴出那個260站上去沒有在收 下一關就多少 就大概是 450左右價格 450 13 萬一076在失手 可能就要去觀察 19110 12 9 110 左右價 我做到這一波的等補測距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黃金一樣 大跌真的都不要急著差 像他這樣 有個低我們才好去做他交易格局的規劃 我更知道說哪裡要賠哪裡要虧哪裡要賺 一樣 就大概抓26跟48去做他 夜盤格局的規劃 低點觀察27這邊 高點觀察48 上去下來 大概是22點 22點盤盤格局的波幅 還有可能外圖讓他狠一下 有一天有48上去沒有在收回來 我們可能就觀察多少 觀察大概 大概 17 大概70 1770 所有的價格 那個1726萬一失手的話就1704等看看 有可能日內波一次達證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好了今天就簡單分享到這邊 順便 順便就是 再提醒大家一下 這幾天喔 你如果陪奧利吉在看 看那個標的舞 你就很 你就看久你就知道說 奧利吉一直在影片強調什麼觀念 順便做這個小納 他剛好有圖 做給大家看看 大漲大碟以後 這邊會有一個高點 是主力賣給我們看 這邊會有低點 也是主力賣給我們看 哎呀 這邊嘛 這邊 這邊失手就容易到這邊嘛 啊這邊 噴出 噴出 理論上 不應該再收在這個下面 那收在這個下面呢 就會容易怎樣 去打這邊 打這邊 阿這是奧利吉在盤前就已經 透過這個格局 有透露 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訊息 啊 下來也不要像這樣子 直接吃 因為這是主力 主力才有辦法做的業務行為 啊我們身為韭菜 能跟的就是 主力這邊有賣了 那我們這邊就跟著賣賣看 我看到他有上去收回來 跟著賣賣看 都會有不錯的獲利啊 啊這邊就是 空想上班的地方 下面呢就是多 想上班的地方 也是空 第一口 要回補的地方 因為他必須要有利潤 我這樣利潤才會出來 利潤 但他一回補就容易造成 一個回補的買盤出現 就打扣起來 有時候 有時候是回補的買盤 但是 補的太快一個不小心 又形成了一個 軋空破壞成的往上軋 再去測他 相對高點的位置 盡量 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你的 布局就是 在這個上軟 在這個上軟 要做空 要做多 在這個下軟 空 在這個上軟 多 在這個下 這樣去布局 你才會有利潤 然後也才會知道說 你賠在哪裡 是值得甘願的地方 中間建議就 盡量不要建倉 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以上 謝謝各位 看完以上的格局 接下來就是進入交易策略的階段 分享 就是我們在面對投資市場的時候 你要把會遇到的狀況 分析出來 簡單來說 不是輸 就是贏 輸贏的機率呢 各佔50% 那我們再把這個50%的狀況 分成以下四種 那就是 大賺 小賺 大賠 小賠 那你再把這種 這四種狀況 除一次的話 就是各有 25%的機率 你會遇到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再 把跟可以控制 跟無法控制的狀況 區分出來 比如說 以賺錢來講 大賺跟小賺 只能看運氣 我跟你說 你完全無法控制 真的只能靠運氣 那賠錢的狀況呢 大賠 看你自己 小賠 也看你自己 這是保證完全控制在你自己手上的 你沒有聽 你真的沒有聽錯 你只有 要賠 賠多少 是你自己跟我們自己 能夠去控制 既然你知道 在投資市場 會發生的狀況 只有以上四種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把這四種狀況做一個刪除法 我們既然只能控制 小賠 跟大賠 沒有錯 那就是把大賠刪掉 這樣就變成 你在投資市場 會遇到的狀況 來講的話 你把大賠 拉掉 大賠要怎麼拉 就是所謂的 停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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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停損失真的很重要 最重要 所以講三支 那當你可以控制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恭喜你 明天以後 你在投資市場 會改變成 你會遇到的狀況 只剩三種 就是 小賠 小賺 跟大賺 然後你再把這三種狀況 去做一個機率的換算 結果就會變成怎樣 小賠 33% 小賺 33% 大賺 33% 這樣機率就會變成說 賠錢的機率 你在投資市場 如果有 有遵照這個原則去執行的話 你賠錢的機率 就是只有三分之一會遇到 那反之呢 你賺錢時候的 狀況會變成多少 你沒有聽錯 就是三分之二 比率為 百分之 66 所以看出格局的目的就是 就是讓我們在 明後天 的格局 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參考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去擰定 我們明後天 如何去 執行 賠錢的 交易 計劃 然後再提醒大家 股票 是天天有的 你不要怕 買不到 只怕你沒有錢可以去買 去練好你的基本功 那要做的好處就是說 你才會有 長線 賺錢 凹單的計劃 這樣你每天就會很有參與感 而不是在雙八區裡面 去八來八去 或者是在旁邊 只能跟著 看戲 那麼 以上 就 簡單的 分享 那感謝各位的 觀看 之前的影片 也很重要 建議你從頭到尾都給他看完 你一次看不懂真的是看個100次 讓他循環播放 你才知道說 韭菜是怎樣被 收割的 那 喜歡影片的呢 再勞煩 按讚訂閱加分享 歡迎你們在影片底下留言 如果說你有想要了解的標的物 可以為你免費的建議以及分享 跟你保證完全不負責任 要賺多賺少 盈虧自負 自行負責 最後祝福大家 看完沒有訂閱的觀眾 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不停 有訂閱的觀眾 也祝福你買的標的物 每天都漲停盤 以上 謝謝各位